美国总统特朗普即将迎来任内第二次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机会 美国最高法院27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已经致函给特朗普 表明自己将在7月31号正式退休 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肯尼迪被认为是最高法院当中最有权力的法官 他的中间偏保守的观点 常常在任门案件的投票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包括堕胎、同性恋权利和竞选开支等等案件 随着肯尼迪辞职 特朗普也表示将立即启动物色接班人的程序 有评论认为这是共和党控制最高法院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我发现他的想法 包括我问他如果他有些人他有很尊重的尊重 在这之前特朗普已经在入主白宫的时候任命过一名大法官哥萨奇 当时在历经两党多轮章论之后 以微弱优势控制参议院的共和党决定更改表决规则 以简单多数通过了哥萨奇的提名 参议院多数派领袖共和党参议员麦康纳随后指出 参议院将在今年秋天 也就是介于9月到11月 对接替肯尼迪的人选进行表决 它是说平台中的事上法事 而不是控制了判身材 法精封 此之上ieso川普的执桥的执桥 判依法判决定上法判决不得从判决或者执桥内的法定 虽然暂时还不清楚特朗普将提名谁接班 但最终提名人极有可能将面临参议院民主党员的抵制 民主党领袖希望阻止高院保守派的势力加强 NTV7综合报道